台湾国民党 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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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继续在选港 来到途征中 刚好国民党 也在附近在选港 选风拼中 民进党办活动 不是为了要政治上 政党的斗争 很多的台湾人民 知道现在在立法院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要像过去国民党 在威权统治的时尊 制造恐怖 让你惊喜 让你不敢说 还不让你不敢 参与台湾的政理 国民党跟民众党 只有一个目的 让赖金德 没有办法好好执政 把行政院的权力 立法院要拿走 把监察院的权力 立法院要拿走 把司法院的权力 立法院要拿走 福音议党都从事的机关 提出设计 第一个声称的是民进党团 台法官也已经决定要修理了 国民党的立委 沦流起来 台法官怀疑他们的公正 都叫做安装起来 说起来 他们在法律界的地位多崇高 再取笑我们大法官 再侮辱我们大法官 如果这个视线 说立法院违宪 还有一个说 那就干脆把司法院的预算砍掉 王宜川说 如果要跟白 知道他们的为変 就像下手为凶 国会口犯法案 到底有多多问题 经过一直说明 相信越来越多人的清措 民視新闻同报道 台湾最好看的台记新闻 MOD请收看民視新闻台